由多个加拿大反种族歧视团体联合主办的2023草坪音乐节 加拿大国庆日长周末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劣质文市举行 音乐会不仅吸引上千观众 主办方更希望能通过音乐会这样更多人喜闻乐见的形式 推动平等和包容的价值观 并警惕新形式的种族主义 2023草坪音乐节是由反对仇恨亚裔犯罪关注组 加拿大华裔投票促进会和加拿大国际精英俱乐部联合主办的 活动不仅是一次免费的露天音乐会 还是一次公开的社区节日吸引了上千名民众 主办机构还同时为反种族歧视平面设计大赛颁奖 我们今年的草坪音乐节的主题是反歧视 平等与融合纪念排华法案100周年 我们有一个主题的反歧视的平面设计大赛 我觉得是要坚决地对任何不实信息说不 我们如果感受到我们被冤枉了被污名化 我们要勇于地发声 今年音乐节举办恰逢加拿大实行排华法案100周年纪念 多名民选政治人物也前来出席2023草坪音乐节 并肯定这次活动对于教育加拿大民众 不忘错误历史 珍惜与维护加拿大平等 包容和多元文化的价值观 具有积极意义 不能让某一个主义给人家标签化 也不能让某一个主义让人家排泄在外面 所以正是我们不分主义共同努力的时候 凤凰卫视 竹可琴 苏惠文 温哥华报道